你好,我是昆仑六十,欢迎来到书馆,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,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清缅战争,咱们这清缅战争整个系列啊,已经进入到第四次清缅战争时期,也就是呢,这经略大学士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复衡带队争勉,咱们这故事啊,已然接近尾声了,有人说不对啊,这复衡公勉,一仗还没打呢,你怎么说,这故事就要讲完了, 哎,这复衡和这个缅甸人打仗啊,零星小账无算,实际上呢,真正的大战呢,只持续在这十几天以内,然后呢,这战场啊,也无非在方圆二十里地左右,那既然呢,说书的给您谢这个底啊,那必然得给您安排,其实得让这个复衡啊,和这个缅甸人打起来了,那么说这复衡自乾隆三四年七月二十, 入免作战以来,这形势是如何呢,哎,这简直啊,可以用一句文言来形容,哎,寡妇奶奶过日子,是一步一个坎儿,首先呢,就是谢来密了,这行军时间过长啊,清军的动向很快就被缅甸人摸清楚了, 这缅甸人呢,觉得和这个富航大军碰头一战,赢的几率几乎等于零,所以啊,干脆退军撤手,把这缅甸的请国之兵几乎全压在了老关屯, 这老关屯一带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的大寨啊,被这个缅军营建的如铁桶一般,哎,就等着这清军到此啊,咱们来决战了, 那么说这缅甸人为什么这么稳的,敢在这个老关屯挖起深坑献虎豹,投去香尔他要掉金熬呢, 那么说这富航就不能避开老关屯,绕开缅甸人的主力,直接攻取阿瓦城吗, 我看很多人写这个,第四次清冕战争的时候啊,都说这富航在这啊,算是战略失误, 实际上要是我说呀,在这会儿第四次清冕战争,无论是谁带兵, 哎,就直便是您穿越回去,哎,您带兵去,您也得找到缅甸军的主力决战, 因为在前几次战役当中啊,通常都是找不到缅甸人的主力, 成不了决战之势,总是让这个熟悉地理环境的缅甸军队啊, 余回包抽,实际上呢,从第三次清冕战争的明锐带兵攻打缅甸, 要说起来,这八旗兵是好惹的吗,一对一个冲锋陷阵的来啊, 这缅甸兵他不是个儿,可是呢,你找不着人家的主力, 你造成不了啊,这一对一拼杀的阵势, 这清军在战场上毫无这个主动性可言, 总是被别人报仇,吐袭埋伏,然后为奸, 按说这话呢,学徒我呀,不应该在这儿跟人说, 为什么呢,因为咱们算是卸了这个清冕战争最后一次大战的底了, 正因为如此啊,这复衡,明知道老关屯呢, 这缅甸人已经摆下了杀人的战场,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 那也得打,如果一股作气一咬牙, 在老关屯消灭了缅军所有的主力, 那么缅甸一股不攻自破了,这阿瓦城虽然是这个首都啊, 可是这会儿比起老关屯来呀, 他不算是战略要地,把这个复衡挤得到, 必须找到缅军主力决战的原因呢, 还有什么呀,那就是后援补给问题, 就在前年呢,这明锐第三次公勉, 明锐共争这个马驴牛拔腕鱼匹, 其中啊,马驴大部分呢,负责驼服的这个牲畜啊, 就是牛,那有人说这牛走得慢, 为什么还一定要选择牛呢? 哎,这牛出肉多呀, 也就是说这牛啊, 他都变相的说是一种军粮, 这粮食不够呢,就杀牲口, 可是即便是这样, 后来战争结束之后一算账啊, 这明锐带领的这支清军, 也就是第三次对缅战争啊, 有一半的军粮啊, 还是从这个缅甸人手里夺得搅和的, 七月底出兵的时候, 这复衡大军呢, 只有一个月的军粮, 虽然陆续有粮草补给上来, 但是也达不到充足的形势, 也就是说这会儿的清军呢, 勉强算是不断队, 最让这复衡着急的, 还得说呀, 是这东南半岛的这鬼天气, 史书仔形成两万余里, 一部雪刃, 但途中忽与忽情, 山高泥滑, 一马跌倒, 索负粮杖尽尸, 这史书上写呀, 这大军进了缅甸, 已经走了两千余里了, 也没见到缅甸的部队, 这天啊, 是这么怎么样, 一会儿情, 一会儿阴, 一会儿啊, 还太阳高涨呢, 一会儿呢, 就暴雨突袭了, 路非常的难走, 一面是悬崖, 一面是陡坡山剑, 山剑底下就是滚滚的江水啊, 一旦呢, 马身前提着马滚落山剑, 完找不回来, 不但马没了, 马身上驮得自重粮草, 帐篷军械, 一桶滚落山崖, 是一样也找不回来, 天气导致行军难啊, 还难不过这天气导致士兵疾病, 军事消负露宿于上林下施之中, 以致多疾病, 这话厉害了, 您还别说呀, 这北冰至南方啊, 有这水土不服, 再加上瘴气袭扰, 就广是啊, 这白天淋着雨, 晚上还得睡湿窝子, 就够这些士兵一翘, 所以呢, 这清军病倒者甚多, 非战斗减员啊, 那嗨了去了, 于是乎这经略大学士附亨, 也只好放弃攻打穆书, 指导阿瓦的计划, 攻打老关屯, 与这个缅军主力决战, 来一个明知山有虎, 必须得偏向虎山行了, 前文书咱们也说了, 这傅将军阿里滚呢, 还没出征呢, 实际上就病了, 得了庸疮, 您别以为这就是皮肤病, 实际上啊, 中医讲这是内毒, 此病多由预热运胜而成, 热气成之热胜于寒, 则血肉腐败化为农, 农溃之后其窗不拆, 故于庸窗, 到了这个十二初一啊, 冰至蛮目, 这水陆三军的在蛮目就会合了, 拧成了一股神啊, 就要打老关屯, 可是这会儿啊, 这主将复衡也病倒了, 他为什么病倒了呀, 他难过, 他扫得慌啊, 自入眠以来行军两千里, 说好听了, 您是没遇到缅甸的主力, 说不好听啊, 是您没寻得缅甸主力决战, 不但如此啊, 仗是没他, 这大军之中非战斗简员啊, 是每日累生, 并且摆个手指头一看呢, 每天耗费君资不数, 如果再这么持续些日子下去啊, 我想这乾隆皇帝还不急呢, 这朝里去得有别人向皇帝禁言弹劾他了, 所以这父皇啊, 连气待休一下子也病倒了, 史书所在, 奔走数千里疲乏之军, 而出无欲义贼, 精略知名随损, 因修会得病, 这可倒好, 这一仗没打的军中的主帅副将啊, 纷纷得病, 得病啊, 得病这仗该打还是得打, 说实话, 这会儿的缅军呢, 对这支清军已经削削的有些轻视了, 他们认为这乾隆皇帝派来的精略大学是附衡, 不过如此, 你不打我呀, 我先打你, 这清军尚未进攻, 缅军前来夹击, 就在十月初十这天, 这缅军水陆并进, 陆兵先到啊, 那可谓是大兵压境, 清高宗实陆就几个字, 就可以形容出这缅军声势之浩大, 惊其毕业, 势张甚, 那么说这缅军水陆如何呢, 这水军也不软弱, 水兵乘船三十余之沿江而来, 那么说这缅人岂不是就对这支清军突然袭击了吗, 还真算不上, 我跟您说, 刚咱聊半天了, 这复衡带着人马呀, 等半天等什么呢呀, 等的就是这个, 我不打你, 你还敢先来打我呀, 那咱们就打吧, 这阵仗啊, 能拉开多大就多大, 就怕得你不多派兵啊, 前来决战, 所以啊, 虽然缅军大军来到, 这清军却能做到从容应付, 大江东岸呢, 领兵的将军呢, 老厉害了, 谁呀, 阿贵和海兰茶, 见缅兵来袭呀, 指挥军队还击, 远了就鸟枪打, 进了弓箭射, 这缅人刚一发动冲锋, 两翼的骑兵又包抄上来驻战, 要是按照这个单兵的战斗力来说呀, 这缅甸人还真不是个儿, 于是缅军大溃, 阿贵海兰茶带领士族, 就在大江的东岸, 一鼓作气, 就拿下了缅军三座大寨, 不但呢, 缴获了大批的粮草军械, 而且呀, 点了点数, 还杀敌五百, 那么西岸的战果如何呢, 这西岸呢, 稍微弱弱点, 这老将军阿里滚, 戴商出战, 和这个阿里滚打配合的是谁呀, 小将军复查的明亮, 听到这个东岸战士一起呀, 在西岸也是带兵冲击敌战, 比起这东岸的主动来袭的这些缅军呢, 这西岸兵好像没什么准备, 这一通冲杀下来就傻了眼了, 被这阿里滚呢, 乘胜结枪的一座大寨, 一点数啊, 嘿, 巧了, 也是杀敌五百, 别的将官不说呀, 在这儿不得不佩服这老将军阿里滚了, 虽然身患恶疾, 还能领兵出战, 并且呀, 一仗还就打赢了, 那么说这夺赢四座, 坚敌一千, 这胜利不小啊, 哎, 我跟您说啊, 没完呢, 这最大的胜利可不是陆路, 这水师打的胜仗啊, 比这陆军打的呀, 漂亮多了, 那水师是谁指挥呢, 哎, 老熟人了, 云南提渡, 哈国兴军们, 指挥得这只水师那是相当的骁勇, 这只水师是哪来的呢, 哎, 福建漳州水师, 那有人说这战争一开始的时候, 这乾隆皇帝不是从这个关外的吉林, 还调来一只水师吗, 哎, 既然这个史书上啊, 他没有记载这只吉林水师啊, 有多骁勇, 以及作战的情况, 那么看来啊, 这只水师啊, 就没起什么大作用, 史书所在啊, 这只福建漳州水师啊, 老厉害了, 个顶个的都是福建沿海的渔民, 大江大浪啊, 大洋大海见的多了, 就这江河之上的风浪啊, 对于人家而言, 那就算是如履平地了, 只见这些漳州水兵啊, 是个个奋勇, 从这个船弦上, 直接就能蹦到缅甸的船上, 这缅甸水师啊, 还没返用过来的, 脑袋就搬家了, 并且啊, 这清军呢, 是顺流而下, 这缅船呢, 只能逆流而上, 永远是这样的, 上打下不费辣, 所以这清军顺风顺水, 就势如破竹, 一仗下来啊, 就不知冲翻了多少缅船, 这缅军纷纷落水啊, 这清冰一看呢, 这手里的长枪是干嘛使的呀, 对着河里的缅军呢, 扑扑扑是一通乱扎, 哎, 好可怜哪, 凡杀逆死者数千, 江水为之赤, 这下游守老关屯的缅军, 往江里一看呢, 江商密密麻麻, 全是缅甸人的尸体, 并且这江水啊, 都被染成红色了, 就这样清军一鼓作气, 是进驻新街, 到了十月二十九日, 在京城的乾隆皇帝, 接到复衡的奏折之后啊, 那简直是大喜过望, 夏宇说, 此次出与贼人接仗, 既涉以贼人头目, 杀贼众多, 又连破贼累, 夺获贼人倒置, 军器米粮等物, 军行甚为顺利, 且官兵具为勇往, 朕信深为家园, 众将皆有封赏, 这赏子最重的就是俩人, 哎, 这算是重赏, 谁呀, 一个是头等侍卫海兰茶, 还有啊, 侍卫厄尼济尔嘎勒, 那怎么个重赏呢, 升官, 这二人呢, 火线提升, 都被提升为副都统, 哎, 咱们在这多说一句, 这海兰茶呀, 有很多粉丝, 很多朋友都说呀, 这海兰茶作战骁勇, 大清第一狠人啊, 实际上呢, 在这之前, 这海兰茶, 无非也就是作为战斗英雄, 或者突击队队长出现, 到了这儿, 被正式提升为副都统, 在军中才有话语权, 也就是啊, 从这儿开始, 才真正做到了, 能够左右这战况的将军, 哎, 您要是爱听海兰茶呢, 不在这个清免战场上, 知道您呢, 有过日子心, 您能把呀, 咱们书馆的, 十全老人这系列听完了, 这海兰茶露面的机会呀, 还多着呢, 这一场声张过后, 没过多久, 才迎来了这清免战争的最后, 决战。